车座跟你的车中间不是有一个东西 我真的 Hello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超级超级大的Temu开箱 上次我不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开箱吗 那个视频还获得挺多流量的 我都有点惊讶 那次开箱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说过 但是今天这个视频是由Temu赞助的 之前我是有跟大家说过吗 Temu一早就联系过我给他们做推广 但是我有点心有余悸 就不太敢接 所以我就决定自己花钱下一单 结果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虽然有一些东西我是退掉的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 我的购物体验 还有它的价格 还有上面的东西的品质 我觉得都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差 像我上次开箱买的这个手机壳 我就很喜欢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一直也用的很好 之前我TIS换下来的那个手机壳是这个 这是我在AT&T的店里面买的 我花了40刀买的 OK 确实它的质量还不错 还挺厚实的 但是我觉得跟这个也差不了多少 这个手机支架 我也当时有跟大家说过 质量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在亚马逊上一模一样的东西 反正看图片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是这个价格的三倍 上一个视频出了以后呢 也有很多小伙伴说 太便宜啊 还有一些拿年龄来说事的 说你这么大年纪了 应该买一点质量好的 我们上了年纪就不可以贪小便宜了吗 我们上了年纪就一定要到特别贵的店里头 买特别高大上的东西吗 有的时候像这种小东西 我就是想买个特别便宜的来玩一玩怎么了 当然我知道那些人都是好心 因为我自己花钱买了以后 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之后我又用自己的钱 又下了一单 我宝宝不是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吗 我就在上面买了很多生日party 要用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一次性的东西 只用一次的在这种网站上买是最合适的 但是我就没有做开箱 因为很多都是party要用的东西 所以可能大家也不太感兴趣 视频开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次给你们带来的优惠 就是如果你们下载 他们的手机应用的话 可以立刻获得 100刀的带金券 你听的没错 是100刀 我都非常羡慕你们呀 因为我已经下载了他们的手机应用了 所以我是用不了的 如果你们还没有下载的话 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是可以马上去下载他们的手机应用 然后可以得到100刀的带金券 还有就是你们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我会把它打在屏幕上 还有视频下面的简介栏 使用这个折扣码呢 也可以得到全场7折的优惠 他们东西本来就很便宜了 然后再打7折就更便宜了 我也是非常羡慕你们 因为我自己也用不了 我们就开始开箱吧 一个粘毛器 我之前也试过其他类型这种比较环保的 可以反复使用的粘毛器 但是不太好用 然后呢 我还是一直用那种每次撕一张纸的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浪费 所以呢 我还是想试一下 然后这次呢 看到这个 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 而且呢 它上面就是粘粘的 上面粘了很多毛以后呢 你就可以用水把它清洗一下 它就跟新的一样了 哦 还真的挺粘的 我现在腿上没什么毛啊 但是诶 还真的 真的特别粘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蛮好用的 它有两种 一种就是只有这么一个滚子 另外一种呢 是带一个套 我觉得还是带套的这种比较好 以免你不用的时候 它到处粘毛 Oh my god 怎么这么大呀 这两个 我当时没觉得是这么大的 我在他们的美妆区也挑了一些东西 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网站上 买彩妆类的产品的 但是我觉得类似这种工具啊 其实还是挺好的 我本来就是想买一些粉扑 因为粉扑其实用的也蛮快的嘛 然后我没想到这个这么大 上面应该是有尺寸 但是我没注意看 所以这个就是提醒大家 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上面的尺寸 因为它有的时候图片 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对比的话 你可能不太能get到那个东西到底有多大 然后你拿回来以后 你就会觉得太小或者是太大 像这个 哇真的好大呀 我有一大桶那种洗完澡 铺在身上的香粉啊 去用这个 特别合适 不可能还要再去买点小的 我好像还有买另外一种 顺便说一句啊 如果你遇到这种东西 你觉得踩雷了 或者是不是你想要的 或者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你完全可以把它退掉 它们上面是支持无条件退货的 而且有的产品是最高可以到90天退货的 我们网购的时候难免会踩雷嘛 就算我从中市买的东西都经常要退货的 但是如果它有一个很好的退货政策呢 那你也就不需要担心踩雷的问题了 下面一个产品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泡泡机 我宝宝不是马上过生日了吗 我有一个那种放在地上的大的泡泡机 然后呢我还想买一个这种小的 就是到时候给小朋友们玩呀 我专门设立一个拍照片的地方 有一个很好看的小帐篷 它们还可以抱一个包容玩具 然后在旁边呢就可以吹泡泡 然后呢就会很有意境那种感觉 反正我是这么考虑的了 但是这个盖子好像这样子盖不上 它可能就是一个托吧 它可能不是一个盖子 就是为了让你这样子 把这个泡泡机放在上面 省得那个泡泡流的到处都是 反正我到时候看看好不好用吧 上一个视频很多小伙伴也说 厨房的小用具在这个网站上买 还挺合适的 它是一个你有那种肉末呀 它不是买回来都是一坨吗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把它捣碎 虽然好像挺简单的 虽然你也用不着它 但是呢有它真的是蛮方便的 因为之前我们做汉堡呀什么的 要弄那个碎肉末的时候 真的就是挺麻烦的 Jessica Brown有推荐过这个产品 但是它是从亚马逊上买的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个东西跟它在亚马逊上买的是 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买的我不记得了 最多几块钱吧 它那个好像要二三十刀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无所谓 你就算质量再差也能用吧 就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还买了两个这样子的夹子 我应该是买了两个颜色 但是另外一个目前找不着 一会再看吧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呀 鳄鱼夹还是什么的 然后你就夹在脑袋后面 我是弄头发特别手残的一个人 大家应该也知道 所以呢我就想买一些这样的工具 然后帮助我把头发弄得好看一点吧 最近我看了B站上一个up主的视频 它弄了很多那种小夹子 它告诉你怎么去夹这个头发 夹得特别好看 然后让我用心痒痒 我说我还要去再看一看 它们有什么那种小夹子 我可以再买一些的 因为这种视频 我觉得就真的很适合在这个网站上买 说到夹子呀 我还买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它呢就是你把它夹在刘海的这个地方 然后你吹头发的时候呢 它就能把刘海弄得比较高一点 就能让你看上去颅顶比较高嘛 我是头比较尖的人 所以必须要颅顶稍微高一点的话才好看 然后为这个事情我也是很苦恼 之前我在淘宝上看的我就想买 但是又怕踩雷就没买 但是这次呢反正也挺便宜的 我就买了两个试一试 万一真的踩雷我还可以退对吧 这是一个小东西 说实在话比我想象的要小 所以你们买东西的时候 还是一定要看好规格 我就是从来不看尺寸的 这种雷我也不能说这个是踩雷了 我觉得质量倒是还不错的 它主要是装你的数据线啊什么的 但是这个有点小 它就装不了几个 但大概装两三个就差不多了 但是产品质量本身 我还是没有什么可吐槽的 我买了几副这样子的假睫毛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睫毛孔 所以呢我看到假睫毛就走不动了 所以就买了一副来试一试 我还没有这种是一簇一簇 好像那种它叫仙女毛吧 这一类的假睫毛 所以我就买几副来试试看 我还买了一些美甲贴 这个应该是贴脚趾头的 现在我就是用的美甲贴 我还是蛮喜欢美甲贴的 比穿戴甲要容易操作一些吧 说到穿戴甲呀 我还买了几张果冻胶 我之前买的那个果冻胶 我觉得不够大 然后这个呢我看了一下 好像是跟我在抖音上面 看到的那种都差不多 果冻胶必须要够大 它比你的甲片只能大不能小 如果小了的话就会进水 就会贴不牢 所以呢我还想再尝试一下穿戴甲 因为我买了好多穿戴甲 现在都在那边闲置着 所以如果这个果冻胶好用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又开发出一片美甲的新天地了 我买了一套这样子的保鲜袋 它是可重复使用的 我就给大家拿一个小的看一下吧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质量呢也是非常的厚实 封口的这个地方也封得很严实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够完全不漏水呀 但是我觉得它封的还挺死的 对它封的反正是挺死的 我觉得跟亚马逊上的那种保鲜袋的质量完全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比它的价钱要偏好几倍 我真的不敢想象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了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它应该叫Angry Mama还是Mad Mama 我忘了反正呢就是一个妈妈的形象 特别生气你看到没有 还挺有意思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 是我follow的一个盲盒开箱的博主 它在一个盲盒里面开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有趣呀 但是呢我肯定不会为了这一个东西去买一整个盲盒 但是呢我这次看到我就特别开心 在这个网站上找到它 它是帮助你清洁微波炉的一个小东西 有的时候食物不是在微波炉里面爆了吗 然后呢就弄的微波炉里面到处都是 我经常会干这种事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灌一点水 然后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 放个30秒钟吧 它那个蒸汽呢就会出来 你再一擦那个微波炉呢就特别的方便 可能很多人会说你弄杯水 在里面也有一样的效果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样的效果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可爱了 所以就买一个回来试试看 这是什么东西呀 我都忘记了 我先把它放在一边 可能会有另外一个part出来 因为我不太确定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是有一点踩雷了 它跟我想象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这也是我被Jessica Brown中的草 它是一个放化妆刷的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放铅笔啊其他的东西 Jessica Brown的那个 它是有一个吸铁在这边的 就是你把它一打开 然后你把它关上以后 这边呢它是比较厚的那种胶 然后呢它一合住是有个吸铁在里面的 所以就会比较密封里面的东西 就不容易掉出来 这个呢它的材质是有点软塌塌的 而且它没有那个密封的吸铁 这里呢还有一条缝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用那种比较小的化妆刷 放在里面就容易掉出来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吧 但是我觉得会不是很牢 所以如果它不是公关产品的话 我是会把它退回去的 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 反正这么多东西嘛 肯定是要退一些东西回去的 它们退货也非常方便 说起来化妆刷啊 我还买了几支 它全部都是眼线刷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比较缺这种特别细 然后呢稍微硬一点的眼线刷 我觉得这几支都还不错耶 稍微硬硬的但是不会刮你的眼睛 就是不会让你眼睛不舒服 但是这种眼线刷必须要稍微有点硬度 刷的才能够清晰 然后就是很干净的一条线 所以呢这几支刷子我还是挺满意的 我当时还有点拿不准 它们的质量会不会不好 但是这个还不错 这个呢也是我不太确定的一个单品 就像我说的 其实彩妆我一般不会在这个网站上买 但是呢这一支眉笔我觉得还挺长草的 之前就有看博主有介绍过 但是呢是非常贵的一个牌子 它是一个眉笔 但是呢它是有开叉的那种 我刚才给大家试了一下 然后呢你就是这样的一图 就一根一根的根根分明的感觉 哎我觉得还不错 反正我到时候会去再试一下了 又是另外一个花色的眉甲贴 这个呢是之前我在试验上买过 然后给退回去了 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个的质量 哎这个还不错 这是一个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装茶叶的 或者是装调味料的 然后煮东西或者是煮茶都可以 好像是买了两个大的一个小的 这个是偏小的我就想可以煮茶 放在茶壶里面 因为他们送礼都喜欢送散装的茶叶 所以我加一堆茶叶也没人喝 所以我就想买一个这种东西 就可以多喝点茶嘛 这个东西我还蛮期待的 这个质量还蛮好的 是有一些重量的 不是那种特别轻 感觉特别廉价的 它是一个专门切西瓜的器具 让你能不能看清楚 因为我经常会给我的宝宝吃西瓜嘛 我宝宝特别喜欢吃西瓜 每次我就是买那种小西瓜 因为不好切嘛 我就切一半 然后我喂它的时候呢 就用勺子垮着 有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就可以买那种 大一点的西瓜 切好把它放冰箱就好了 吃多少拿多少 也比较卫生 而且呢 大西瓜比小西瓜便宜很多 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有 你们肯定会笑话 我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我就真的很想试一试 我买了一顶假发 它是那种短发 然后是有齐刘海的 我觉得还不错 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 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好 因为我之前也有买过假发 但是呢 就很假 但是这个你看 它头发还挺软的 而且呢 它不是那种 特别有光泽感的 假发一有的光泽感 就不真了 你知道吗 顺便给大家一个小贴士 如果你买这种假发回来 它光泽感太强了 你可以先用洗脸的 或者是洗身体的磨砂膏 把这个头发洗一洗 这样的话呢 它光泽感就没有那么强了 就会看上去更逼真一些 这个假发还不错 也许 也许 你们某一天在视频里面会看到 我不知道 我要先试一下 看看会不会很奇怪再说 你们想不想看 如果想看的话 公屏上COVID-1 或者是在下面给我留言都可以 它还给你带了一个 就是戴假发套头的东西 我还买了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看到是什么 它就是 把你鼻子里面加一个东西 然后呢 就可以防止你打糊 我在视频里面 已经提过不止一次了 我是 打糊打得特别厉害的人 现在搞得我老公 都要快跟我分房睡了 所以我就 找各种各样的方法 看看有没有用 让我不要打糊 这还有一个美甲贴 我还买了一些双眼皮贴 因为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嘛 我有一只眼睛是三眼皮 有只眼睛是双眼皮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看上去 眼睛一个大一个小 所以有的时候 会用一些双眼皮贴 这种的是蕾丝的双眼皮贴 应该是比较隐形的嘛 但是 我之前在wish上买了一些 不是特别好用 这次我就想 试一下 这一种的好不好用 我还买了一些 粉铺 是这样 三角形的粉铺 我就想的 就是铺鼻翼这里 正好 就有的时候 即使你不铺粉的话 吸一吸油也可以 我现在不是法令纹 越来越严重了嘛 所以如果这里 有很多油啊 就是有光泽感的话 就会显得非常明显 如果你把这里铺的 完全没有光泽感了 法令纹就 不是特别明显啊 所以这个东西 对我现在来 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它的那个材质 就是那种丝绒的 非常非常的柔软 我觉得还不错 这几个一共是 五个 你还可以买更多 好像十二个的 也不是很贵 但是我想 就先买一点 试一试吧 这个是铺外 你可以铺在院子里面呀 或者是铺在你的鱼缸里面呀 它到了晚上 会有那种 荧光的蓝光出现 我们家外面 有一个火炉 底下都是那种玻璃 然后呢 我就想把这个 撒进去 然后晚上的时候 就很好看 还买了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它是 有一些多功能的 像这个爪爪啊 你可以去清理 你的梳子 上面的头发 我家的梳子上面 全部都是涂发 就很难清理 这边呢 它是有一些毛毛的 你就可以清理 你的电脑呀 那个键盘的缝隙呀 什么的 就是有那种 鸡脚干啦的小地方 你就可以清理 这个也是我最近 比较急需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小型的吸尘器 本来我想买一个那种 很可爱的小熊啊 小猫 我在这里贴个图 我就看上很网红的 然后就很长草 但是我后来又想 可能还是这种的 比较实用吧 虽然它没有那么好看 现在 这个吸力还挺强的 还蛮惊喜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你可以清理那种 特别细小的 嘎栏的地方 我买这个主要是 电脑呀 键盘呀 那个缝隙里面 或者是一些小的地方 尤其是现在我宝宝 经常在他的汽车座椅里面 吃东西嘛 然后它就会掉的 很多那些饼干渣渣呀 之类的 就很难清理 你知道吗 除非你把那整个 套子都卸下来 懂得都懂 所以呢 我就想买一个这种 小型的 我家也有那种 大型的吸尘器 但是你不可能 随时都把它搬出来 这个呢 就可以随时的清一清 应该还挺实用的 我买了一个磨刀器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好用 我家的刀 都有点顿了 我觉得刀 其实磨一磨就可以了 不用专门去买新的 到时候拿我们家刀 试试再说吧 这个东西 我还蛮期待的 但是它比我想象的 要小 其实也没那么小 我不知道你们 见过没有 就是你把头发 一缕头发放进去 然后它自己就卷起来了 我之前也挺 长草这一类的 产品的 但是呢 它们都太贵了 尤其是比较好的牌子 要一百多 将近两百刀 我就觉得 还是不要尝试了 万一不好用呢 我看到这个 说实在话 我也 有点害怕 我会踩雷 但是呢 因为是公关产品 是免费的嘛 我可以这样说吗 所以我就说 我就买回来试试看吧 万一好用呢 我还可以推荐给你们 我突然有个想法 大家有没有兴趣 我把这里面的东西 做一期测评类的视频 我可能不会每一个东西都测啊 但是呢 我就挑出来 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然后我把它做一期测评视频 我答应大家绝对公平公正 不是因为它是公关产品 我就一定会说它好 如果好用 我肯定会说好用 不好用 我也会如实的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或者是弹幕留言都可以 你们可以留言 最想看哪个产品的测评 我可以把它们都搜集一下 然后集中的给大家 做一期测评视频 做了这么久 还没开完 我这一项东西 不到200到 应该160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东西我还蛮期待的 它是放在你车座 中间的位置的一个东西 车座跟你的车中间 不是有一个东西 我真的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就是你的车座 跟中间放扶手的地方 不是有一个空隙吗 那个地方就很容易掉东西进去呀 什么的 之前我有看一个产品 就是专门卡在那里的 所以你的东西就不掉在那里了 但是呢 这个东西是更进阶版的 我觉得 因为它把那个空间利用起来 然后你还可以放一些东西在里面 这里可以放水杯呀 然后这里呢 你可以放个钥匙 或者是手机可以卡在这里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小槽 所以呢 就是给你做了一个隔断 我觉得 挺好的 这个东西 下面呢 还有个孔 你应该是可以把你的数据线 从这里面穿过来 如果你这放手机的话 还可以直接插手机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不错的 它有两种 一种是靠驾驶座这边的 一种是靠副驾驶那边的 你要选 你要哪一种 但是我必须要说啊 实事求是 我刚刚把它从袋子里面拆出来的时候 那个味道非常的刺鼻 现在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如果大家介意这个 可能就不要买了 该说不说啊 其他的东西 我都没有闻到有任何刺鼻的味道 只有这个 所以我可能会把它先晾一晾再说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小笔 然后呢 它可以去清理很多 鸡脚嘎啦的小的缝隙里面 甚至我觉得像我的这个戒指里面 就是最底下这个位置经常就弄得很脏 我把它用那个药水泡了以后 也不是特别行 因为就是没有东西在里面 哦 你看现在我就已经掏出来东西了 这个还蛮好用的 总之呢 它就是帮你清理很多 这还有个小刷子 可以帮你清理很多 你鸡脚嘎啦上 清理不到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很多时候大家不会想到 但是呢 你要用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用什么工具 可以擦那么细小的地方 哦 它上面宣传的是 清理你的蓝牙耳机啊 里面确实是 很多时候都会有那种脏东西 挺恶心的 但是很难清理 所以这个小东西我觉得也是挺有用的 我买了个这样子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吧 就是你刮舌头的 我一般就是用我的电动牙刷 去刷一刷舌头 然后一直要刷到自己干藕 才罢休 我不知道还有谁是跟我一样的 但是呢 我就想说买一个专门刮舌头的 应该会更好一些 哦 它怎么还有啊 这里还有 这么多 啊 OK 这个小视频我还挺期待的 它是这种 小花的小视频 我当时看到那个 宣传图啊 就是这个女生 她就是编的这样的一个 辫子 然后呢 就这样子 很凌乱的 咦 我觉得还 还不错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怎么样 因为我的那个 显示屏太小了 但是 我觉得还可以 先这样吧 如果很难看的话 大家就凑合一下吧 哦 这个就是这样子一个 我刚才说的 可以放茶叶啊 可以放调料包的 顺便说一句 我是有买一些彩妆产品的 主要是因为这种东西 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人种过草 但是在美国这边真的找不到这种东西 哦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 你把它 诶 它就出来了 就这样 然后呢 你看到它 这个是双色的 这是一个眼影棒 然后呢 就这样 按理说呢 应该这样一扫 就这种渐变的颜色就出来了 诶 好像还好 它颜色还蛮浅的 所以呢 就是我要刷好几遍才显色 显色度不是那么高 但是这个渐变的效果是有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 还可以 我到时候再去研究一下 诶 这里又出来一个 让我想到那个盔甲 你知道吗 就是打橄榄球的那些人的那个盔甲 但是我真的忘了 这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了 诶 怎么还有一个呀 我怎么买这么多 这是另外的那个花 另外一个颜色 我就不给大家拆了 就跟这个一样的 好 还有一个 这个东西真的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我觉得 一会冒出来一个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样子的刷子 这个刷子我也是看了很多评论 其实你不要看评论 你要看它的照片 因为照片一般还是比较真实的 这也是一个 就是形状比较特殊的一个刷子 它也是一个刷 眼线的 但是呢 这个刷子呢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就是它本身比较胖 然后呢 它是比较软的 这个呢 我主要是想晕染一下 下眼线 就是你做那种很无辜的那种娃娃妆啊 你的下眼线一般都要晕得很下面一点嘛 所以呢 我就是想做那个用的 还不错 挺软的 绝对不会刮到你眼睛很疼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还有一个是白色的 它有的选择呢 就直接给你选双色的 你就直接选那个双色的就好 这是一个pineapple knife 之前我还跟我老公讨论过说 有没有这种东西是专门削菠萝的 然后他还去研究了一下 但是最后也应该是有的 我知道应该是有的 但是呢 我们一直也没买 因为我们还挺喜欢吃菠萝的 我家宝也特别喜欢吃菠萝 但是呢 就是有一个问题 不好削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可以削菠萝的 哦 你看 它这里有尺 还挺尖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然后这里有尺 我不知道怎么削 完了再研究一下吧 它这个就是把这个塞到里面卡住 然后就这样 一下就可以削了吗 哇 还挺神奇的 我觉得我们人类真的是好有智慧啊 就是你让我想 我都想不出来这种东西 好了 还有最后三个 哇 真的是好漫长呀 这个开箱做的 如果你们留到这个时候呢 你在评论区给我打一个菠萝的表情 我就知道你们是真爱粉 一直留到视频的最后 哦 OK 我还蛮期待这个东西的 它是一个蔬菜的保鲜器 这里面应该是可以灌一点水进去的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蔬菜放在里面 可以保鲜 你可以放一些那个 那叫什么呀 asparagus叫什么 什么笋吧 那个是长条形的 可以放在这里 还可以放一些胡萝卜啊 黄瓜什么的 但是它其实主要是 放一些调味的香料的 比方说香菜呀 或者是新鲜的九层塔呀 等等 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比较小的东西 但是又比较容易坏的 因为我宝宝现在不是快两岁了吗 我们准备送他一个两岁生日礼物 就是一个hydrogarden 在家里面就可以种菜的那种 上面有灯 然后下面呢 你就只要添水就可以了 然后你去买种子 你就可以在里面种菜 可以种西红柿啊 黄瓜 很多不同的菜 我们其实最想种的呢 就是那种调味料一样的菜 香菜呀 九层塔这种的 就可以让宝宝去观察它们长呀 还可以让宝宝参与去种它们呀 就会是一个很有趣 又是一个类似于科学实验 比较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但是那种东西 一旦你种上了 它长得非常快 来不及吃呢 就要摘下来储存起来 我就想买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就可以把它们储存起来 可以让它们保鲜的更久嘛 我这种不经常做饭的人 也不知道要怎么消耗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它应该是 送错了吧 我有买这个东西吗 我好像是没买吧 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一个 这样的东西了 我是不是不小心给点了 我不知道 还是他们送错了 我不知道 反正这个东西 应该不是我专门要买的 但是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这是一个给食物真空包装的 它有这种专门的袋子呀 然后你把它放在这里 你把食物放在这里 就可以把里面的空气都抽掉 然后呢 就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真空包装的 就是可以让它保存更长的时间吧 我们家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们用它基本上就是储存一些 cheese呀什么的 我们买很多 但是呢 一时半会儿吃不了 就把它们都真空包装以后 放在冰箱里 但是我们家那个比较老了 可能最少要有十年了嘛 是我老公以前的 这个呢应该是比较新的 而且比较轻便的 我们家那个胳膊特别大 就跟一个打印机的尺寸差不多 放在家里面也挺占地方的 所以他竟然给我寄来了嘛 我也不能退 所以就当礼物收下 然后我们家之前那个呢 可能我就会把它在我们群里面当闲置出掉吧 看谁有需要送给他们就好了 真的是意外的惊喜呀 最后一个单品也是我最期待的一个单品之一 它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 但是这个倒是没关系 我觉得小一点是更好的 它是一个小型的搅拌器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大的嘛 但是那个大的 如果每次我拿出来用呢 都要洗半天 然后又要把它从我们的储藏室里面搬出来 然后还要插电 就是很麻烦 但是我现在呢 是想给我宝宝做一些新鲜的奶昔呀什么的 他在幼儿园特别喜欢 老师给他做的那个牛油果奶昔 但是呢 我为了弄那么一点点 我又不想把我们家那个大的搬出来 所以呢 我一直其实都挺长草 这种小型的搅拌器的 我自己经常也会弄一些比较健康的 水果蔬菜类的奶昔 自己来喝 但是呢 因为我们家那个大的 太麻烦了 所以呢 我就不经常喝 所以现在呢 我就可以自己 适不适的给自己弄一杯 我觉得也挺好的 给我宝宝榨一些新鲜的果汁啊什么的 都挺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挺期待的一个单品 他一共给带了两个杯子 然后呢 还给带了一个这样子的盖子 可以直接把这个盖一盖 然后可以带到外面去 他有好多不同的款式 所以你们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样式 我就挑了一个 颜值还比较高的 然后还有一个数据线 他这个是USB充电的 所以你在车上也可以充 唯一就是我不知道这种东西 功率够不够大 但是我看他下面的介绍呢 是可以搅冰块的 所以我觉得既然能搅冰块嘛 一般我想让他搅拌的那些东西 应该也可以 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超大购物分享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虽然这是一个推广视频啊 但是我也尽量给大家很诚实的展示 我开箱时候的真实感受 包括一些我觉得可能有点踩雷的东西啊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东西 我还是很满意 很惊喜的 即使你有踩雷的东西 他们也是接受退货的 而且那个退货期很长 我之前在实验上买的东西 他们现在退货期真的好短呀 我上次给大家开箱的东西 我就一件都没有退掉 因为我旅游回来 我以为我还有时间 结果呢 他们的退货期突然变得好短 总之呢就是没有退掉 但是这个网站上面 退货期还是蛮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消费者来说 也是非常友善的 退货的流程也非常简单 你就去网站上 把你要退的东西点一遍 它就会给你一个标签 你就把它贴在箱子上 直接寄回去就可以了 不要忘了大家还可以 点视频下面的链接 可以下载它的手机应用 可以获得100美金的优惠 还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享受全场7折的优惠 在它们已经很便宜的价钱上 大家可以多多的去耗羊毛 这次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多多的帮它 点赞转发收藏 如果还希望收到 更多更有趣的视频呢 也可以点击下面的订阅键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